找个位置坐一下 还是尝一口咖啡的那样的 哈喽小伙伴 今天上海有点下雨 来到新天地来带大家逛一家 吃一家贝果店 其实贝果这个产品呢 是我在2018年就慢慢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吃 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吃的 然后呢慢慢的我就发现店铺也越来越多 那今天我带大家逛一下新天地的这家 New York Bagel Museum 我路过好多次了 但是每次都排队 我不知道你们吃贝果的时候呢 是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就比如我来说的话 我自己会通常在山姆买一个 简单的这种原味的或者蔓越莓的 早上的话呢我就吃甜口的 加一点甜的酱啊什么之类的 咸口的因为它制作起来会相对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 Hello 是 我今天刚好要来这个店 哇这好巧啊 你是哪里的 老家吗 不是你是在上海工作的还是 对对对 哦我刚正录到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吃贝果是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就比如说你的话你平时吃甜的咸的 都吃的 我路过好多次了然后呢都在排队 所以说今天是第一次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队 这个对我前面的 这个对我前面的 你是第一次来吗还是 是我前面来的 哦是吗 是 你有没有推荐的 推荐的是花生的 我喜欢那个罗勒的吧 哦罗勒的 三文鱼的那个也不错 有点绿色的那个 对对对 等一下点一个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吧 就点两个 特意今天没吃饭啊 你还自己带了一杯咖啡 刚好前面那个 对对对 打铁 奥白 奥白 他们的奥白现在买多少钱 我那个有一个半价券 然后17 17 对 他们应该也是有咖啡的 等一下我会喝他们的咖啡 我还没喝过他们家的咖啡 哎我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想探一探这种上海的烘焙店 面包店 然后呢对比一下每家烘焙店的咖啡怎么样 我一直有个idea 等着看你的视频 哈哈哈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游戏 游戏 米哈游 米哈游 英角 腾讯 两块四块 小公司 哦 哦 因为米哈游是我们的客户 他用我们的咖啡机和咖啡豆 我记得在五年前六年前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公司的联系我们说 他们想在自己的公司加一个咖啡吧台 然后呢他就联系到了我们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 然后呢我就去了 他说我们想要一个有点像是日式居酒屋式的咖啡吧台 之后的这个每一年他都会再加一个吧台 后来你才知道是米哈游戏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公司它这个游戏这么 这么屌 对 我最开始我真不知道 可能因为我没接触过 哇终于等到了 你好 这边镜子就很复古 真的就像是到了纽约一样 店铺里边真的很像纽约的那种老的感觉 然后这边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这些物件上面写的是 1960年1970年的这种美国的老的物件 你通常是买了在走吃买了在这边吃 买了在走吃 它这边也是贴糖食的是吧 对的 罗勒的你说还有哪个比较好吃的 嗯 三味夹馅的要是 哦 这边红豆黄油是top one 买一个吧 哇 他这个我感觉烤的好软哦 蔓越美 土豆芝士 这边有一个墨西哥辣椒的这个棚位 哇 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上面有这个切好的这个辣椒圈的 这看着好有食欲啊 但是我今天有点不太想吃 这一根鸡蛋 这边有一个椒糖坚果 哇 他这个看起来 肉量好高啊 这个 无花果的 这个 豪豆牛肉 玫瑰奶酪 这个甜口的感觉不错诶 他这个红豆黄油这个看起来好像有食欲啊 这边是咸口的 这个是三文鱼的香葱韭菜 嗯 我就点了这四个 然后呢 我吃两个 带走两个 你好 再帮我点个美式可以吗 然后两个在这边吃两个打包 找个位子坐一下了 没地方坐 你好 这边有人吗 坐一下这里 我点了四个贝果和一个美式 一共是132 然后在这边吃一个甜的 加一个咸的 就是为了来探这个店 真的是今天还没吃饭呢 嗯 它这个贝果我吃起来它是非常的有嚼劲的 它这个 嗯 面 嗯 感觉很耐嚼 就像是你那种嚼口香糖的那种质地的感觉 感觉挺不一样的 这个玫瑰花的这个 我去拿一下咖啡 我去拿一下咖啡 然后点了个美式 尝一口咖啡怎么样 啊我去太烫了 还喝不出来味道 先吃吧先吃 看这里边的这个夹心看到了吗 这是有一些玫瑰的酱 以及芝士的混在一起的 外边是很耐嚼的 里边的这个馅儿 是有这种奶油的质感 你好 你吃的也是这个味道的 就是你们吃贝果 你们是喜欢吃咸口的还是甜口的 你喜欢吃甜的 你喜欢吃甜的 这个甜的已经吃完了 遇到了一对母女 我也问了一下她们 你喜欢吃甜的贝果还是咸的贝果 她说她女儿喜欢吃甜的 她喜欢吃咸的 然后这个里边的馅儿 我感觉到好像有点油光发亮的这种感觉 刚才吃的那个也是看起来很亮 这种亮亮的质感呢 就让你会很有食欲 你们这个也是那个卖的最好的那个对吧 红豆香的 红豆黄油的 这个无花果的里边加了火腿的这个还是蛮特别的 因为它不是特别咸 它是有这种水果的甜味的同时呢 有一点这种咸香的火腿的 等它这个咖啡凉下来 我再尝一下味道 刚才太胖了 哇你别说他们这个卖贝果的这个店 咖啡也还是不错的 很平衡 然后呢还有一点这种甜甜的回甘 它很明显不是那种用的 冲的很焦的很深的豆子 喝起来挺甜的这个豆子 它这个搭配就真的是挺绝的 既有火腿 然后呢又有这个芝麻菜 还有汤的果 我觉得吃起来好特别 就是一点也不腻 但是呢很香甜 我爸妈已经吃完了你看 可能是因为我太饿了 连吃两个 不过也确实它这个贝果确实很好吃 确实是新鲜 它这个面的软硬的程度 外边很耐嚼 里边很软 今天的战果 最后咖啡把它喝掉 咖啡也喝完了 然后准备撤了 其余的这两个就打包带走了 贝果很新鲜 然后价格也非常的漂亮 贝果加上一杯喝的可能在50块钱左右吧 因为它的贝果没有特别特别便宜的 基本上都是二三十 如果要加一些 就比如三文鱼啊 这些比较贵的食材 可能要到50块钱的样子了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贝果是非常值得来店里边吃吃看的 真的口感不一样 OK 那今天的这个New York Bagel Museum探店到此结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掰